当地时间11月16号 中美元首在秘鲁首都立马举行会晤 消息已出 岛内各大媒体迅速报道 谭鲁发现 这次中方在阐述关于台湾问题的政策立场时 首次明确点名台湾民进党当局负责人 点名赖清德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的危险的讯号了 这等于是将赖清德定性 然后也把未来联岸关系也定调 整个定性跟定调是已经说 这个人就是台独 他领导的这个民进党现在就是台独 此次会晤 中方再次重申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四条红线 这传递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 一以贯制的坚定立场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绝不会有任何妥协让步的余地 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挑战中方底线 必遭坚决反击 被点名的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 必须好好掂量台独分裂行径 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这句话的分量 胆敢突破红线 必将自取灭亡